抱着母亲对小孩的爱护之心 地方明代这天邀及太平长翼夜市的管委会 将夜市行动牛排车开到偏远的皇族国小 帮学校内40多位的小朋友、老师以及志工们 准备丰盛的大餐 把校园变成户外的餐厅 学生们开心享用美味餐点 让他们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小朋友跟着音乐和志工们开心的带动唱 活力满满的样子相当可爱 皇族国小今天的校园内特别不一样 明代这天邀及太平长翼夜市管委会 把夜市牛排餐车开进到校园当中 将校园变成户外的餐厅 在母亲节的时候所有的妈妈 看到孩子们吃得饱吃得开心 就是所有妈妈最满足的事情了 那我想这个爱我们也是要把它传达到 我们偏乡山山的学校 今天的皇族国小是太平最高的学校 学生不到40个人 那不管是多高多远的孩子 我们都要把它照顾的一样好 母亲节让他吃个牛排 让他高兴一下 来庆祝我们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这样 让小儿子开心 健康的长大 那今天非常高兴 议员请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一起在学校吃牛排 那我想这样的经历跟回忆 应该会是一辈子难忘的 那对于今天可以在学校吃牛排 其实孩子们已经期待了好几天 那终于今天叫做梦想成真 锅子内大火快炒铁板面 每一条面条都沾满美味的酱汁 另一边的铁板上肉排滋滋作响 这些是要准备给小朋友的美味惊喜 牛排业者准备了牛排跟猪排 让校园内40多位的师生以及志工 享受这特别的一餐 也很高兴在六年级 这时候要毕业的时候 还可以吃到一次最后一次的牛排 最后一次在国小吃到牛排 跟大家一起吃 跟大家一起吃 跟同学第一次这样子吃牛排 我觉得在学校跟同学一起吃比较好 比较好吃喔 为什么 你有个好朋友 对 对不对 今天的好吃吗 好吃 看小朋友吃的津津有味 觉得心里很高兴 会不会觉得母亲节快到了 又这样煮给小朋友吃那种心中的感觉 对啊 有点感动 也觉得说很好 希望让学童们感受到妈妈爱护孩子的心情 难得能够在校园中和同学老师一起享用大餐 同学们是吃的津津有味 志工们也帮忙小朋友切牛排 校园中飘散着香味 伴随着学生们愉快用餐的心情 让这场母亲节活动更别具意义 谢谢装饰庭 成章台中常报道